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欢迎我们的小学童和大朋友们 今天我们还要跟随着中医专家 一起来学习传统节气背后的养生智慧 首先请小学童大朋友起立 我们一起来行拜师礼 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节气 与两种小动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请小学童们通过这两个小动物的叫声来猜一猜 它们都是什么小动物 我们一起来听 再来听第二种小动物的声音 第一个我听出来的是蟋蟀 第二个我听出来的是老鹰 抢答 有不同的意见吗 诚诚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不是蟋蟀 因为我们就是遛弯的时候 老能在公园里听到那种声音 我觉得知了 知了会外语 甜甜呢 听出来第二个小动物是什么了吗 老鹰 老鹰 你怎么知道呢 在市场见过 那这两个小动物 也与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节气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是的 老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 它可能飞得比较低 现在它飞得高了 飞得高了 它并不是去学习 飞行的技巧和飞行的技术去了 其实它是感觉到下边太热了 下边又闷又热 热得它也待不住了 所以它要跑到高空当中 高空当中清爽啊凉快啊 它也是必熟去 越往高处越凉爽 对啊 再看第二个小动物就是蟋蟀 小学童们 你们在哪儿见过蟋蟀啊 在公园 公园的什么地方呢 草丛里 对 我在那个院子里见过 院子的哪里啊 也是花草多的地方 孩子们讲得非常好 不论你是在山里边 还是在公园里边 还是在院子的草丛里边 这些地方都熟阴 太阳光照得少 所以蟋蟀这个时候 也感觉到很热 很热得不行 我到哪儿能够屁屁熟啊 到哪儿凉快点 往阴凉的地方走 蟋蟀一叫 说明这个节期来了 那就到了小鼠的节期 到这个节期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有一句话 叫做小鼠大鼠上蒸下煮 很形象 把人放哪儿去了 就好像把人放到了 一个整笼里边 上边太阳晒 下边锅里边的水开了 蒸汽在煮 因此小学童们 你们平时在这个节期当中 自己有什么感觉呀 热 仅仅是个热吗 小学童 闷 对了 闷热 闷热的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 南方人把它叫做 进入桑那天了 浑身一点都不清爽 温度高 热 里边同时带有着湿气 湿热季节来了 我们把这个季节 叫做长相 那张老师到了小鼠 这个节气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民俗 有趣的民俗吗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刚到西安的那一年 我住的那个房子 是一层小平房 放书甲以后呢 我就回到了山西老家 当我开学 再回到西安的时候 发现坏事了 整个房子里边 褥子 被子 都长毛了 太潮了 太潮 太湿 所以这个季节它潮湿 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六月六 家家 晒红六 这个地方的绿 你可以把它读成六 就顺口了 是吧 六月六 人晒衣裳 龙晒跑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要把家里边的 杯子呀 褥子呀 还有我们的衣服呀 赶紧从龟子里边拿出来 放到外边晒一晒 晒一晒以后呢 让它蓬松了 那我们再把它打包 放回到龟子里边去住藏 小心长眉 所以你看大家 一到了这个季节 隔三差五 就会把杯子拿出去 在外边晒晒晒晒 所以就是花红柳绿的 对 这是家家户户在晒杯子呢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把它 叫到晒服嘛 北方啊 这个杯子啊 褥子呀 枕头啊 衣服啊 都湿湿漉漉的 那就更别提南方了 那个湿漉感就更明显了 更强烈了 真的就要防暑 防潮防湿 那怎么做呢 其实今天张老师 带来了几个非常好的 防暑的小办法 而且呢 也可以让大家 尽情地享受美食哦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 推荐第一个张老师 带来的法宝 这一道美食呢 就藏在这个宝箱当中 那里面究竟放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出一个小谜语啊 大家来猜一猜 你猜 远看像篮球 身子绿油油 肚里孩子多 长着包公头 谁知道这是什么美食 是能够修鼠的哦 多多你猜是什么 我猜西瓜 就是那个西瓜的籽多 然后呢 长着包公头 就是那个滑滑的那种 有道理 田田你的答案是 西瓜 有没有不同意西瓜的 请举手 没有 好 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答案 就是西瓜 夏天西瓜真的特别受大家欢迎 是不是 嗯 我们来看是不是西瓜呢 宝红宝甜 宝起沙的大西瓜 来咯 啊 这也有点 被谁偷吃了 请问西瓜然呢 这最黄金的部分 去哪了 西瓜然可能被导演偷吃了 我觉得是 确定就是西瓜皮吗 张老师 这个我们可不能把它简单地叫西瓜皮 那难道它还有什么美称吗 我们把它叫做西瓜脆衣 这个西瓜脆衣啊 在中药当中呢 它也是一味药 它是要把里边的瓮子去掉 把外边的那种 带有胶质层的皮也去掉 取得中间这一部分翡翠色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西瓜脆衣 为什么要让大家吃西瓜脆衣 因为在小暑季节 按照节令 我们养生的重点 是要养心阴 脸心气 西瓜脆衣啊 它具有着轻熟解热 养阴除烦的作用 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西瓜脆衣的美食 我们吃完西瓜 倒觉得胃里挺舒服的 但没考虑过心的事 心阴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 咱们得格外地注重养心阴了 我们简单地来比喻一下 这个心里边 一方面是有火 这大家都知道 小学童们你们来思考 如果这个心里边有了火 你有什么会有什么感觉呀 作业写不完 天天逼着大家写作业 什么感觉 反 觉得马上自己就得爆发了 就跟火山似的 人家小朋友也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大家的回答非常正确 心里边有火了 它一定是有外界的原因 孩子没有写完作业 或者孩子觉得这个作业量太大 心里边着火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自然界当中热邪当令 热邪侵犯人体 它就会侵犯到心经 所以就好像心里边的 有火了 很着急 那你说有火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用什么东西来灭火呀 小学童 水 用水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心阴 就相当于水而已 给它 它里边有火了吗 我们把水给它一加 让它平衡了 稳度适宜了 这从中医里边讲啊 就叫做 阴阳平衡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 我们的着重点 就是要养心阴 那咱们得提前问一问 当我们出现什么感觉的时候 有可能提示着 我们心阴不太足了 再吃一点西瓜皮了 由于气温比较高 容易伤及我们人体的心阴 就是出汗多嘛 对吧 一热就出汗 汗为心之夜 就等于把心里边的水少了 水少了你还不着火了 我们把它叫做心阴亏虚了 连虚你怎么感觉 出完汗中特别难受啊 比如说汗出完了就想喝水 老想喝水 口渴 喝完了还不解渴 别看光喝水了 它尿还特别少 还还还黄 云生你出完汗之后 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吗 这个汗呐 呕在里头啊 浑身上下黏不激进 逆不激进 那个感觉 就感觉你被什么东西 给束缚住了 它不是说体力上的泪 是内脏觉得泪 为什么 虚弱 它工作不起来 它运转不起来 它这里边 就被强行压着的那种感觉 是这种泪 它倒不是说体力上多泪 出完汗之后 就会觉得有一些疲乏 那这种感觉是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我们的嘉宾刚才讲得非常漂亮 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季节 容易出现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出汗出得多了 汗为新之夜 把新的阴丢得多了 阴也丢得多了以后呢 也会把我们人体的漆 一块带上就丢了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金壳载气 你想 现在是大量的汗液在丢失 那它上面的气呢 跟着一块跑了 一块就跑了 所以小学童们 你们去思考 现在有一辆汽车 汽车上面装的是货物 现在汽车跑得快 它的货物跑得也快 最后汽车一不留神 搬了个跟头 掉到沟里边去了 仅仅是把汽车 掉到沟里边去了吗 不止哦 车上的货物也掉到沟里了 对吧 所以你看见 我们丢失的是汗液 那它一定不仅仅丢失的是汗液 人体的气随之而丢失 我们也把它叫做 气随津托 所以气脱了 气少了 疲乏无力 今夜少了 滋润的作用降低了 所以人就会感觉到 它口渴呀 不仅仅是口渴 水少了 小变量也少了 两个典型症状 一个叫疲乏无力 一个叫做口渴 要少 怎么办 请看 西瓜皮来了 您推荐怎么做呢 其实西瓜皮的食用方法确实很多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是把西瓜皮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莲菜 就是藕也切成薄片 藕呢 在开水里边一抄 把两个东西把它搬在一块去吃就可以了 做一个凉拌菜 对 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 太好了 品尝一下 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请各位品尝 西瓜皮凉拌藕 这脆上 哇 很爽脆 对 我就听到声了 好脆啊 你爱吃吗 多多 口感就很脆 我就很喜欢吃脆的 我觉得挺清爽的 它这个口感 跟那个炒的笋子 特别像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啊 那看来这道美食 特别受我们小学童和大朋友们的欢迎 这个凉拌菜当中还放了藕 这个是为了增加口感调色的吗 这个藕呢 也是一个时令的食品 而且藕呢 它本身具有着清热 凉血和除烦的作用 所以把它凉卷搭配在一起 是能够更好地帮我们去除 暑气所带来的心烦气躁的感觉 对 啊 明白了 小鼠一道气温高 炎热天气 人一燥 专家针对小鼠节气特点 推荐了能够养心阴 降心火的应季凉菜 脆衣藕片 爽口的西瓜脆衣 加上清脆的藕片 清暑解热 养心除烦 除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凉菜 专家还给大家带来了一道 特别适合小鼠节气养生的美味点心 不仅能够养心阴 还能脸心气 可爱的形状和甜糯的口感 让小学童们喜爱不已 但这道美味的点心里到底都有什么 又该怎么做呢 咱们一起跟专家来学一学吧 可口的点心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品尝一下 咱们边吃边想一个问题 这个点心是用什么做的呢 它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食材呢 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吃得出来 红豆 有一个答案出来了 有人说是红豆 有 糯米粉 哇 好厉害 它可能就是拿紫米正好给它染了色 这么复杂吗 我发现还有绿豆 我俩发现了绿豆 整颗了吗 不是 不是 但是是有绿豆的那个芯 就是煮完了绿豆沙的那个颜色 你看其他小学童都是用舌头发现的 我俩是用眼睛发现的 我俩是用筷子发现的 太难为大家了 好 那我们请张老师为大家揭晓 这个可口的点心当中 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这个可口的点心当中 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其实刚才小学童和家长们 已经猜出了几种 这一款点心的主料 是绿豆 那么绿豆呢 它具有着清热消暑 除烦 利尿的作用 然后我们又配了新鲜的莲子 那么莲子呢 它具有着养心音 安心神的作用 然后我们里边还加入了麦冬 麦冬它可以养心音 可以除虚烦 也加入了一点丧肾 怪不得孩子说这个是染色的 染色剂就是 对 丧肾呢 它味是甘味的 就是有点甜 还略为有一点点酸 酸味的它可以养心音嘛 所以桑肾呢 它本身可以养心润燥 生津直渴 所以这样把它做下来的 这么一款点心 我们把它叫做 消暑绿豆糕 就是在传统的绿豆糕的基础上 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 是很好的一款 养心音 养心器的小点心 大家想不想学怎么做呀 想 好 那我们请程程和连续 到台前来学习一下 大家可以在台下学习 我们也拿上所有的配料和食材 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这个消暑绿豆糕呢 这个帘子呢 外边是带皮的 这是鲜的 新鲜帘子 我们先把外边的皮把它剥掉 把里边的芯把它抽掉 这样把莲子和绿豆 放到一个盆里边 用清水浸泡一晚上 浸泡了一晚上以后呢 我们把水给倒掉 这个是麦冬 我们可以把麦冬打成粉泡 然后也放到这个盆里边 最后把桑肾呢 后边的这个剃把它去掉 往里边把桑肾一加 往里边再加点水 加水加多少 刚刚没过食材就可以 这样呢我们把它放笼里边 蒸上半个小时 蒸上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可以用个擀面杖 把它倒成 搅成糊状的 就搅成这种形状的 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好的 这个是糯米粉 我们往里边添加适量的糯米粉 把它和成 我们平时吃面条的 这一种筋道的面就可以了 这四种料 蒸熟了之后 打成泥之后 其实还是比较湿的 对 它攥不成团 也和不成这种面饼 所以加一点糯米粉 就起到粘合作用 对 慢慢地 它就上点劲了 上劲了 而且也干了 显得那么干腾了 我想试试 你试试 活成泥的这个状态 这个手套太大了 对成本来说 干活了 来吧 差不多了 其实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用小学童喜欢的墨具 各自做出喜欢的模样来 太棒了 来吧 挑一挑 喜欢哪个墨具呢 你们先挑模具 然后我给你们揪剂子 对 都选好了 来吧 你们就把这个 塞到这个模具里头 我拿这个教你们 我这是小鸡的 拿着这个面剂子 给它塞进去 塞瓷式了 按平了 就使劲按 使劲按 使劲往里按 它就充满了这个模具了 往顺着边 一滑 一捋 我们每人做一个 使劲 对 多多使劲 怎么样你们 都已经弄瓷式了吗 你让叔叔帮你 好 往后来 往后用手 捏着这 往下来走 出来了 慢慢地掉 你看 看看你的小花猫 你这太漂亮了 小花猫 比你爸都漂亮 可不可爱 天天 可爱 让它摁瓷式了 它这花花它印上 行 好看 好嘞 那张老师 这个还需要 怎么加工呢 把做好的 这种面饼 然后我们放到笼里边 再蒸个十五分钟 就可以食用了 对 咱们搁的盘子 咱就蒸去了 好玩吗 好玩 好嘞 还立着的小葫芦 提了 咱就蒸去了 好嘞 谢谢张老师 养心音 敛心器 是小鼠时节的养生重点 可以吃清脆爽口的凉菜 脆衣拌藕 来清热解暑 还可以品尝美味的 小鼠绿豆糕 来养您除烦 帮您舒舒服服 过小鼠 俗话说 小鼠不算热 大鼠三福天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您是不是也感觉 闷热难耐 没精打采呢 专家有什么能够帮我们 振奋精神 消除鼠热的好办法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给大家备好了一款茶 给大家先蒸上 真好 这个真的是张老师 特意为我们的小学童 和大朋友准备的 喝完之后 你就立马神清气爽 呗精神 李然味道如何 非常的甘甜 就是很清新 连续喝完之后 觉得精神了吗 精神了好多 那种小清新的 有一种青草的味道 我是这种感觉 然后让人家提身醒脑 你都快喝完了 好喝呀 好喝 没够喝是不是 我们奥利特别捧场 直接干了 好爽 奥利 那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 这款茶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是张老师今天 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喝完呢 就让大家在这个大树节气啊 特别的清爽 有精神 那现在张老师可以给大家揭秘了 为什么带来这款茶呢 进入了大树的节气 我们也把它说进入了福天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饮 我们也把它叫福茶 哦 是福天的茶 哦 这个福茶呀 比较流行在浙江的温州一带 温州人有着喝福茶的习惯 想传福茶 它起源于南宋时期 流行于清朝时代 一只绵延至今 如果我们到温州去游玩 你就会发现 大街小巷 到处都有着免费的福茶摊 您可以去免费地品尝它 那么福茶呢 它的确具有着 清热解熟 提升醒脑的作用 小学童们 今天到了这个季节 你们在哪里生活呀 空调房里 是吗 对 还上学吗 我都不上 不上学了 是不是 所以就放暑假了 都不上学了 对吧 天气非常的炎热 热到了什么程度上 热得 瓜里都沉下了脑袋 如果我们到田野间去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什么西红柿啊 什么黄瓜呀 什么树上的果子啊 都搭拉着脑袋了 蔫了 晒得蔫了 大树这个节气 大雨时行 它说来就来了 连点招呼都不带给你打的 我想来 呼呼就来了 所以一进入大树时节呢 自然界真正地成了一个 雨热交加的时候了 那我们一直在说呢 天人相应啊 那人呢 作为天地之间的一个生物呢 应该更好地去顺应天地的变化 来调整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到了大树这个节气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 养生的方法来调理身心呢 其实我刚才一开始 给大家上的这一杯茶 就是典型的这个节气当中 应该饮用的 这款茶我们把它叫做浮茶 因为民间自古就有着 喝浮茶 少浮香 这么一个风俗 喝浮茶 少浮香 它指向的 就是在这个节气当中 大家在养生上 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个叫做防湿热 第二个叫做 固脾气 我们先说防湿热 那个鼠字呀 它不仅仅讲的是个热 它里边本身就包含有了湿 这么一层意思 自然界当中是湿热之气在当令 当然湿热之血也在当令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湿热 所以大家看张老师带来的第一款浮茶 真的是用心良苦 不光是让我们能够提振精神 同时还能够更好地帮我们去湿 去热 那有没有合出来 这个浮茶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熟悉的小药材在里边 我这其实暴露了 我这里面有一根金银花 哪有 真的 所以我可能我这个百分之百肯定有金银花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小药材 我喝着有点是不是有甘蔗 怎么呢 甜 因为甜呀 清甜而且又有清香味嘛 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为大家介绍 浙江温州这一带的浮茶当中 他常常选用的是金银花 夏库草等等 石鸡味中药 做成的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 是我给他进行的一个改良 我保留了金银花 然后我在里边给他加了炉根 和后破花 尤其是在炉根在这个地方 它的作用可不是一般 到夏天了 天气很热 一热就要出汗 出汗就伤了我们人体的井液了 所以炉根本身可以生金 汗一出你就会感觉到口渴呀 所以炉根它又具有着止咳的作用 同时呢 它斜同了金银花来清热 在熟田这个季节 热血侵犯人体 很容易侵犯了人体的心经 就是会出现心烦呀 急躁呀 这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炉根本身 它还可以利尿 就把我们人体体内的热血 从尿液排泄出了人体的体外 让热血有了一个出路 然后再加上 里边有个后破花 它具有着里气宽中 芳香化湿的作用 对我们的脾胃 又是一个保护性 所以这一款茶 它首先起到的是 防湿热的作用 当然它还具有着呢 顾护脾胃之气的作用 好多观众肯定特别羡慕 我们厂上的小学童和大朋友 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 来做福茶的话 每样药材大概用多少呢 这款福茶你可以用金银花三克 配上三克的炉根 再配上1.5克的厚破花 用开水去浸泡就可以了 很简单 对 在鼠湿难耐的大鼠时节 专家自制的消鼠浮茶 可以帮助我们清热止渴 防湿热 里面有清热解毒的金银花 生金止渴的炉根 和里气宽中的厚破花 但这还远远不够 对于鼠天常见的苦下 吃不下饭的问题 专家又有哪些好方法呢 鼠天为什么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呢 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中医里面讲 皮洗造物失 所以使邪容易侵犯皮 那么从五脏五脊五行的对应上讲 人体的五脏当中的皮 对应的是五脊当中的长相 同属于土形 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不顾乎皮胃 湿热止血就会侵犯到皮胃里边 尤其是使邪 使邪的性质是粘质不爽 我们有一个中医里边有个术语 叫做使邪困皮了 皮本是要运化的 它往上走的 现在你拿个盖子把它盖住了 它伤不去了 困住了 皮一困住 那自然而然的胃的功能也就降低了 所以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不想吃饭 浑身粘质不爽快 大便可能还有一点糖薄 头还有一点懵 所以每年到这个季节 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感觉到浑身一点都不清爽 老就得粘糊糊的 头沉沉的重重的 甚至可能还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 你说吃饭吧 这顿饭吃也行 不吃好像也可以 不想吃饭 最糟糕的是 大便不成形 甚至可能会出现腐泻的症状 几乎条条都重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深切的感受 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 本身就热 然后就很燥 就老想喝点凉的 或者说吃点雪糕 这个我们家娃蚁 是特有感受 连奥利自己都说 我今天不想吃 我苦虾 是不是你苦虾吗 这苦虾是什么意思吗 奥利 就我不太想吃饭 有时候就是不太饿 就没那么想吃那么多的饭 就想在那待着看电视 吹着身条看电视 物更吸引你 对 刚刚大家说到的这些 是不是特别常见而普遍 是的 但是这里面 你们还是犯了两个错误 脾为足太阴脾经 为阴经 三辅天 自然界为阳脊 所以脾它是个阴性的 是个阴经 到了熟天这个阳脊 脾是弱的 而脾整个的功能 它依赖的是阳脊 脾养好了 它的运化功能才能正常 脾养好了 胃的阳气充足 胃才能把这个食物消化了 所以它依赖的是阳气 冰棍啊 那可是阴中之阴邪 所以把冰棍吃下去 很容易伤及我们脾胃的阳气 脾胃阳气一伤 脾胃肯定就弱了 包括喝粮食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 一定要告诉我们 所有的小学童以及家长 千万不要碳食含粮之品 都记住了吗 回去之后 这些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都要慢慢改掉哦 不然以后真的是 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会出现啊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开始呢 张老师提到 除了喝福茶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 叫烧福香 什么是烧福香 估计是不是做什么吃的 一切都可以跟吃的挂钩 把这东西搁在烤箱里头 你点一下烧出来 然后好吃 就是飘出来 就烤鸭的香味 差不多是那一个 或者是不是烧一些 像艾草之类的东西 去蚊虫 对 去蚊虫 对 或者是让我们吸入这个气之后 身体也会觉得精神一些 哇 我们这都是瞎猜的 张老师 我们不太清楚 烧福香到底是什么 但是烧福香啊 它其实就是讲的 中医当中的一种酒法 哦 哎 做爱酒 嗯 烧福香它是一个方法 在哪儿烧 这个很关键 所以顾皮期 那就要去酒一酒 足三里血 哦 因为足三里血 它是阳鸣味精的一个和穴 它既能够调理微 又能够调理皮 嗯 这个穴位 它可以见脾胃之气 造脾胃之失 在《医说针灸》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若要安 三里肠不肝 什么意思啊 就是告诉我们要经常揉一揉足三里 或者酒一酒足三里 这样呢 就能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 所以足三里血 我们今天也把它叫做一个健康养生保健血 谁知道怎么找足三里 请举手 哎呀 这么厉害 你都知道 一个人举手 还知道足三里在哪 你就是一个小中医啊 在腿上是不是 来 那我们请杨蓉和奥里到台上来啊 我们现在明确一下足三里血 到底在哪里怎么找 张老师可以指导奥利 奥利 帮妈妈把裤腿拉起来 好 我现在告诉你啊 去摸妈妈的席干两边 两边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凹陷的地方 上面 席干上面 有两个凹陷的地方 一边一个是不是啊 就像席盖的两个眼睛一样 所以这个穴位呢 在中医当中把它叫做席眼 也就是席盖的眼睛 外边的叫外洗眼 怎么去找住三里呢 洗眼下三寸 三寸是多长 用妈妈的手四指并龙 中间这个宽度 就是你本身的三寸 如果是孩子的手掌 那是孩子的三寸 明白了 用你的手掌在外洗眼向下三寸 画一道杠 画一条横线 在旁边 去摸我们腿上的旁边 有个大骨头 这个骨头呢 我们叫做颈骨 颈骨旁开一寸 一寸多宽 一个大拇指 这个横纹 是一寸 先找到三寸 然后在这儿 找到了 两个点的交叉点 就叫做足三里 好 找到了 帮妈妈在那地方按一按 使劲按 使劲往里边压 看妈妈有什么感觉 感觉到力道了 有什么感觉 稍微有一些酸 酸酸的 胀胀的 对吧 好 找对了 足三里去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艾条点着了 吹吹摇一摇 这个真的很像烧香啊 然后对着妈妈的 刚才我们找到的穴位 离穴位稍微远一点 游远极近 慢慢地让妈妈去感觉 感觉到热热的 但是不烫 不烧 距离为湿度 对 那我估计有这个 五厘米以内差不多 因为现在能感觉到一些温热 对 感觉到温热就可以 在酒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稍微转动转动 如果感觉到有点烫 稍微远一点 如果感觉到凉一点 再稍微近一点 就这样来把控它的距离 好 你看阿丽做得怎么样 对 还可以 相模像样的 对 其实我觉得女士 经常这个夏天 咱们穿裙子 其实把这个腿部 我觉得揪一揪 还是很舒服的 是的 老母亲确实很舒服 对 我们小阿丽一直这样揪着 也很累的 辛苦了小鞋童 好 谢谢啦 学会啦 感谢张老师 大树时节 我们不仅可以喝 清甜爽口的福茶 消暑防湿热 还可以通过烧福香 爱揪足三里 顾护脾胃 环节苦夏的烦恼症状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些 顺应时节的养生妙法 赶走盛夏的烦躁 清凉舒服 过一下 最后呢 我们所有的朋友 起立 我们要一起感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